take我下面 不是我說你直接從你那個位置下去 你那個位置啦 直接take一下 hello guys 歡迎回到這次狗冰的日常vlog 那不滿各位說 其實23週是6月的第一週 差不多是第一週的時間 可是現在錄影的時間是7月6號 I'm sorry about that 不過就是利用這種事後的方式 來補錄之前miss的部分 OK那相信各位有看到上一次vlog就是摔車的畫面 好酸喔 沒辦法很遺憾的 原本6月份想說要先回高雄 take a rest 休息一下 結果呢 就不小心摔車了 那 大家如果看到那個畫面上 可以發現到 那個其實是人家正在撲路 然後殺死並沒有親 然後叫人家騎上去 那很多人說 欸那你自己有要申請或是提告嗎 你要想 時間不符合成本 所以就選擇算了 就可能頂多申請一下 一些基本的保險吧 And 分享一下那幾天 分享一下那幾天拍到的東西 就是 那個受傷過後啊 那時候雷殘嘛 雷殘的當下呢 就 那時候是在山上 陽明山上 那時候是禮拜幾 禮拜四 那時候他們 我就跟 山上認識的學弟 借他的租出 學弟學弟 我摔車 我剛摔車 拜託讓我在這裡消毒一下 然後去買兩罐 生理石鹽水 然後到 學弟的宿舍 那時候是 我的 左手一點點 左手這裡一點點 右手這個 這邊 跟這個尾巴 正面 跟尾巴的部分 然後 右小腿 膝蓋 跟 左膝蓋 都有 很明顯的外傷 然後那時候就是買兩大罐的 生理石鹽水 去清 主要是把你那些沙石清出來 對 那當下就是自己趕快用點酒跟消炎藥膏把它塗過 然後再用沙布把它蓋過去 TAC TAC我下面 TAC我下面 不是我說你直接從你那個位置下去 你那個位置啦 直接TAC一下 TAC 對 然後當下如果你有發現那支影片的話 你會發現我後照進氣是斷了 然後我的右前煞 碟煞 的那個煞車感也斷掉了 所以我呢 就騎很慢 只騎60 慢慢的下山 就只靠一個後煞這樣子 騎到三重去修車 車子 當天就修完了 對 那 傷口的部分呢 其實自己回家有在修 可是告訴各位 那個最好還是去 診所或是大醫院自己去看醫生 過兩天之後非常受不了 然後 凌晨在Google 想說 離我最近的是榮總 要不要去看榮總大醫院 然後發現榮總其實假的都沒開 然後Google到一間叫長安內外科的診所 它是專門處理在內科跟外科的 那這個就屬於外科的部分 然後去給人家 塗藥 那其實 有一包含順便清了一些 那時候沒有清乾淨的東西 因為 畢竟是摔在歷史上面 那你有一些傷口 會被那種很小很小的那種 石頭啊 可能就因為摩擦或撞擊 所以它可能就卡在你的那個 肉裡面就對了 反正我身上的右膝蓋的傷口 有大概三到四個是這種鵝卵石大小的 打進去的那個傷口這樣子 總是 就是告訴各位 一定盡量要去找那個 就是至少去外科至少看個三次以上 那 它會給你塗那個白色的這種 就是 有點像是防燙傷的藥膏 因為你是雷殘 雷殘的話一定就是跟地面摩擦深熱 所以導致你的皮膚 塗 燒焦 就是所謂的輕度灼傷 那種感覺 那塗這種防燙傷的藥膏 其實是 正確的 是正確的 那 你去外面的診所它可以塗 很多很大量 可是如果你是自己一個人塗的話 小小罐 那其實 外面買好像也差不多價格 但是 還是請專業的人幫你去弄會比較好 對 以上 就是 摔車過後的第一個禮拜 對 那 第一個禮拜 然後你的傷口 你的傷口 真的 就是 那時候很痛苦 都不能碰水 為什麼不能碰水呢 就是要你的傷口 去癒合 去慢慢的癒合 這樣子 那第一週真的非常難熬 可能 兩天才洗一次澡 洗澡的時候 用保鮮膜把自己的傷口捆住 然後再用膠帶再捆三圈 對 然後你要四支 這裡一點點的可能還好 這三支的話 我就這樣子 然後就變得很像 EVA的那個超級戰士一樣 這樣 這樣走進去浴室裡面 沖澡 對啊 很痛苦 然後 尤其是 很多人都會說 你受傷你就要多吃一點 好 就是想說 那我多吃一點 我多吃一些蛋白質 然後補回來 可是你要知道 你吃越多 然後又不運動 其實很容易造成 肥胖 甚至是 體內的那種血糖身高 會慢慢的讓你的 我自己啦 會有點那種情緒控感 會有點出問題 對 或是 甚至變得比較暴躁 情緒管理比較沒有像 有在運動的人 那麼 那麼好這樣子 Fills bad 第一週非常非常的難老 疼痛啊 三不五時的大覺 睡大覺睡小覺 就是你基本上坐在椅子也是在睡覺 躺著也是在睡覺 有時候睡覺也很不舒服 因為會有點疼痛 然後 早也不能洗 這也沒辦法洗得很乾淨 對 Anyway 大概十天過後就好差不多了 那至於 第二週 發生了什麼事情 下支影片再講 如果喜歡影片 別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 就是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分享你 也許之前的摔車紀念吧 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這樣的經驗 開始騎車 以後的朋友 其實我算蠻幸運的 騎了四年吧 才摔一次這麼重 而且還是自摔 幸好沒有波及到其他人 Anyway 希望大家 騎車上路 都平平安安的啦 道路安全 很重要 OK 就這樣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如果喜歡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留言告訴我 你的想法或看法 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第二十三收見 二十幾啊 二十四了吧 第二十四收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